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便看透了尘世的痛苦 有感于生也有芽 必须早坐长远之际 少年决心踏遍名山 拜师求道 他先到一座名震天下的寺院 仰望罗列的石杖金刚 一心向道 辗转起人传话 恳求方丈收他为徒 着金身架杀的住持 望了他一眼 向耳边的和尚 交代了两句话 便引入方丈了 少年被人领到厨房 要他学洗米煮饭 挑水淡柴 少年坐了三年 居然再也没有见到 住持师父一面 少年绝望了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自己卷了铺盖 离开了这一座寺庙 少年向道之心未灭 向更高更深的山中 寻访名师 这一次 他找到了一座 并不起眼的古煞 里边连方丈不过三五人 少年看他们这几个和尚 慈眉善目 乃大胆前去问讯 并且恳求收他为徒 这一次他学聪明了 欲先声明 假如只要他洗米煮饭 淡柴挑水 那他宁可就此别去 老师父 碾一碾白眉毛 摸一摸白胡子 寒手淡然一笑 也好 你就只管打坐吧 少年觉得 这倒像是个囚道的样子 他每天什么事也不做 只在专为他匹出的一边 禅房打坐 饭菜定时有人送来 杂事定时有人带坐 少年打坐了三年 却不觉得有何静静 反而行销鼓励 气如油丝 眼看连小面都不饱了 他不想在还未误得制道之前 就死了 乃向主持师父 又要求去 师父问他 还想求道吗 少年固执地点头 老师父见他逐一难改 便指了指 往西边的一条路说 从这路去 祸可得道 少年挨挨蹭蹭地 走了也不知道多少天 什么庙也没看见 他向道之心 依然不变 一步一步地 向更高更深的山上 爬了上去 终于 少年爬上了西边最高的风顶 顶上乱石错额 鸟兽绝迹 少年顿感心灰意冷 谁知正在此寂 他发现在岩石间 有一位老人 虚发近白 伪异极地 污蔑何以壮泪恶瓢 少年见他垂目打坐 想来必是先前的师父所称的高人无碍了 少年扑腹向前 那头猛败 但是这位干瘦老头 却与前面的两位师父不同 对眼前的少年只来个相应不理 少年也不敢多做打搅 兼知赶了许多日的路程 只得胡乱地寻块石头 铐上去先睡他一觉再说 片刻之间 少年已经昏昏睡着 正睡得香甜 竟吃一阵乍寒惊醒 睁眼一瞧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 群山之间同云密布 寒风呼啸 紧接着斗大的雨点 一阵紧似一阵 万马奔腾的沙江过来 打得少年的眼睛几乎都睁不开 少年急急想寻一处躲避风雨的所在 其知 在这灵觉万风的绝顶上 竟然连一个炎洞 一处可以容身的炎缝都没有 少年色缩颤抖的仓皇四顾 不意间 他发现那位人鬼难辨的老禅师 居然还如先前一样 静坐在风雨之中啊 老师父 老师父 少年爬进了老师父身边 声嘶力竭地喊道 刮风啦 下雨啦 老师父 老禅师 白眉盖眼 有没有看见这位情急的少年实在很难说 但谋然之间 中气十足 深圳风雨群风的喝出两句话来 风吹雨打 无牵无挂 说故事的人 只知道少年 听到了这两句话 便立即回头下山 做了仪式的人 至于 有无得道 恐怕是 难以求证了 感谢